再看到108年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办理花莲县辅具资源中心 期待透过辅具专业团队的服务 提供生长者、失能者改善他们的因为行动、交通不便 或是经济困难等限制 无法获得合适的辅具服务 而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为了了解目前的服务情况 近日也特别的进行业务考察 来了解生长者的需求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辅具资源中心 是为了透过辅具专业团队的服务 提供生长或失能者改善他们 常因行动、交通不便或经济困难等限制 无法获得合适之辅具服务 导致了身心功能退化、社交生活受限等等的问题 而藉由辅具中心提供辅具咨询、评估、租借、维修、 二手辅具回收、居家无障碍改善 辅具个别化设计等等 提供给花莲县内需要的辅具服务的民众 先议员张怀文、张美慧、杨华美等多位议员 对于辅具中心的服务项目表示赞同 我们来办理这个服务中心的维护管理 那设在这个生长福利服务中心的这个服务中心 它其实提供一些相关的便利的措施 可以有服务的一些资讯的提供 那还有服务的租借跟文修啊 还有这些适用的这个评估工作等等 那我们今天我们这小组的这个考察 我们特别要求就是来这边来了解 那辅具中心的一个运作的情况 跟他们遭遇到的困难 那他们现在目前的人力其实是够 但是在一些辅具的评估上 那可能在民众的申请的观念 正确的观念还需要再加强 有些可能尤其是在结合长照的这个工作推动之后 那可能有一些民众是觉得这个服务的资源是很大可以申请的 但其实很多的这个经过评估之后 是不需要用到服务 所以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的一些行政啊 那些评估啊那些审核的作业 其实是还蛮耗费人力跟行政资源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服务中心能够透过多个管道 能够让民众或者一些相关的厂商业者 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当然还有县政府的社会处 让这个服务中心的功能能够有效妥善的发挥 而不是这个申请的过于可能腐烂 那可能也是民众的这个知识观念不足 那又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来克服跟解决 那目前服务中心遭遇到的问题 由于身上人士在行动上的限制 导致了身心功能退化 社交生活受限得的的问题 希望借由服务中心提供服务咨询 评估租借维修居家无障碍改善 服务个别化设计等等的服务 来提供到宅服务给无法移动至中心 但有服务需求者 能够透过服务服务 居家无障碍服务等等 提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改善生活品质 记者林杰花林市财宝报道